我們來看一下這題目 實驗中隨著可變電子的改變 伏特劑的電壓叫做V 輸出的功率會隨時會發生變化 那圖中哪一個是P跟V的關係圖 這個是理論 我們今天這個電流 從電子出發 然後再流回來 那輸出的功率就是輸出的電壓算出來的功率 也就是說 我們不要考慮我們不要考慮誰我們不要考慮內電主消耗 內電主會消耗一些 是外面 外面消耗的功率就是輸出功率 那輸出功率怎麼辦呢因為他給你的是 誰跟誰的關係圖 他給你的是輸出功率 對輸出電壓的關係圖因為這個電壓 輸出的電壓就是輸出的電壓就是輸出的電壓 那這個要怎麼辦呢 這個要證明一下 輸出的功率 就是電流 IV 再乘上輸出的V 那輸出的V 不是 不是電動式 不是電動式 那不是電動式怎麼辦呢 要扣掉 要扣掉這個內電主消耗 可是這個V是個變數 我們不要把V換掉我們把I換掉 這個I 圖形裡面沒有 那怎麼辦呢 這個I 我們就是拿 來 內電主消耗的電壓 除以 內電主 那內電主消耗的電壓就是 EPSON-V EPSON-V 就是 內電主 消耗的電壓 那內電主消耗的電壓 再除以內電主 這樣 就可以算出什麼 這樣就可以算出 這個 電流是多少 那 這個電流是 電池的電流 OK 也就是外面的電流 然後呢 再乘上V 這樣可以喔 好 這個你把它整理一下下 這個整理一下它就會變成 負V平方 加上EPSON乘上V 再除以內電主 好 其中 這個東西它是個函數 這個函數呢 它如果對V的關係 要找出它的極值 你可以用微分 這個東西微分 好 這個東西微分 就是 負2V 加EPSON 當它的微分等於0的時候 它會有極值 那這個V 等於2分之EPSON的時候 它會有極值 而且這個東西它是個泡布線 二次函數 開口向下 所以呢我們就說 這是一個二次函數 開口向下 那它的頂點坐標 在2分之EPSON的地方 頂點坐標在2分之EPSON的地方 好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來 所以已經有一個答案可以選了 來 答案是C 那下面哪一個它說 下面哪一個它說 那安培計的內電組叫做RA 等一下我搞錯了 安培計的內電組叫RA 這是安培計的 那這個是 這個是電池內電組叫做R 電池內電組叫做R 這是電池的 電池叫做R 那安培計的叫RA 安培計叫做RA 安培計叫做RA 那它說 可變組叫做R 那請問它們的關係是為何 你看喔 這個 當它是最大功率的時候 當它是最大功率的時候 它們的關係為何 當 v等於2分之EPSON的時候 這個輸出功率 最大 那你想想看喔 這個v等於2分之EPSON 的意思是說 外面 它消耗了一半電壓 那內電組 也消耗了一半電壓 那各消耗一半 的意思是說 外面的電阻加起來 跟裡面的電阻一樣大 電阻一樣大 各消耗一半電壓 那各消耗一半電壓 那外面的電阻 是可變電阻 再加安培計的內電阻 等於電池的內電阻 這樣電阻一樣 才會外面消耗一半電壓 裡面消耗一半的 電動式 所以呢 這樣的話 我們就說 外面消耗一半電動式 裡面消耗一半電動式 外面等於裡面 外面等於裡面 所以呢 答案就是這個 就可以了 了解